這個計畫書的佩安 檢訪第十五歲的金流 插出了兩年前 維京集團的主席 心慶慶 讓他的書記強迫出財 這個書記 團很多次的甘心 心慶慶 討買三十萬的港票 他說他是 無到海關 扣鞋 扎水的風險 扎酒的現金到歐盟 現在檢察官沒有白兔 要用這個書記來查 心慶慶的金流 這倫議跟近前維芳的氣息 比較起來的這個表情 看起來有但沒有其中 維京集團的主席心慶慶 卡到警察 先案件被刷了 近前有兩次 給獎醫 減染結束對折 心別金流 好像有進展 九年前 警察 想比國應酵味 跟心慶慶 擷同一般的國人機 去歐盟的 相比比人家兵出來 竟然對出一間 人以前心慶慶 抹過他的 這個生往的書記 向他出財 當時這個書記 在這個時 先把團信息給心慶慶 要給他 三十萬塊的港票 先把書記說 要調到中龍報 幾百的海關 扎港票 他就是安裝換作台票 他說 他要有港票 相比的記錄 應該給他的 是否算是你打贏的 因為那是我扁明 沒什麼被海關 扣留 國民十歲 竟然牌十幾座 但是心慶慶慶 在法定說 不可以賠償 港票三十萬 竟然沒有侵襲 七錢 跟國民共和出財 是說到底是怎樣 心慶慶慶 要透過 償基 換這麼多錢 有很多人都對他的好記憶 三十萬塊的印象 現在檢風靠在電腦飼料 這份紀錄 感不可能變成 關鍵替 既然在加上 報告中有功料去 中國換大筆的現金 跟黑色金流 感有關聯 減風將繼續對戰 哈囉 我是蔣心梅 想要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 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